在暗恐怖游戏的过程中 你一定会碰到各种千奇百怪的死法 正常的勾带方法我就不多说了 我是一直碰到过被为奥利给喂死的情况 你们说我还有什么没见过的 所以即使现在被女鬼抓住了 我也是波兰八戒 你摸哪儿呢 你这是不是过分了 吃个啥 半根输啊 又会好 因为买了个苹果电脑 但到后后发现苹果被人看了都倒霉蛋 因为刚刚收到了一封邮件 说我在大学担任医学教授的父母出了点事 让我即刻出发前往学校看望他们 进吧 那我看看要带点什么过去 我好像知道马上要发生什么 由于天色已晚 那所学校还建在了荒郊野里 我便拉上了我最好的兄弟瑞恩前半而行 他也是非常的靠谱呀 舍来就来 还表示自己的胆子非常的大 找他那就是找对人了 那你倒是进来呀 算了 一个人就一个人吧 在学校转了一圈 并没有发现其他人的踪迹 不过通过门卫楼下的信息得知 这里的地下室内经常发出奇怪的声响 果然是出事了呀 在门房拿到了一把翘柜 赶到了地下室 这下核能大火器和物理学圣剑都起了 基里立马踏实训得了呢 我的印象中 可以追踪自食跑步的 只有火影忍者了吧 他样子 地下室被改造成了某种实验的场所 而实验人员一个个的也都莫名身亡 但门卫楼说这里依旧会发出异想 难道还有幸存者吗 我至少在两部游戏里看到过这个小男孩了 这可能就是打工人吧 在之后的寻找中 我发现这里的幸存者都变成了怪物 还好我带了敲棍 可以抵挡他们的攻击 并且这里到处都是房间 随便找一个躲起来就行 我看你怎么着 搞偷袭 小伙子你不讲武的 看来只能主动迎战了 还好我有着多年格斗游戏的经验 一逃弹反下来 打的那叫一个有来有回 但俗话说得好 功夫再高也怕剧情杀呀 我还是被抓起来了呢 这是个什么地方 不愧是折磨人的地方 光是看着都感觉头发在往下掉了呢 还是先想办法逃出去 行吧 头发彻底没了呢 在附近发现了一张教授的手机 原来我的母亲在不久前离患了癌症 在这时候 父亲就经常往返于学校和地下实验室 似乎在做着某种研究工作 可能父亲一直在为母亲研究治疗药物呀 所以这里的变异 很可能跟药物有关 而母亲的病情 哎 现在并没有功夫细想这些问题了 父亲还有一只怪物徘徊巡逻 还好这里的地形比较复杂 我可以使出终极保命神机 前方照住法 来跟他照圈 我算是看出来了 这些题都是你做出来的吧 怎么办 怎么办 疼到了个有脑子的丧尸 这个bug来的 又找到了一封教授的手机 从内容上可以确定 这里的变异就是由于药物实验引起的 在父亲利用小白鼠做药物实验室 某种元素在白鼠体内变异成了新型病毒 并且该病毒具有极强的感染性 将大部分研究人员变成了怪物 虽然父亲及时封锁实验室 必将感染源通过地下通道运送隔离 但还是有一小部分扩散开来 哎 那现在不只是寻找父母了 还得收拾他们留下的烂摊子呀 先找找地下通道吧 这下的我就不细讲了 我真的不想再被孟一丝大了 被他抓起来了呢 但除了我之外 这边还有一位幸存者 我就说满 一个游戏怎么那么有女主呢 看来你就是我这周的老婆了呀 你好 很高兴认识你 不要惊慌 不要害怕 作为男女主角 我一定会带你活到最后 这都是什么鬼呀 女主角就出现了三秒啊 就想办法躲起来吧 在之前的躲避中 我发现只要待在厕所里 他们就会停止追捕 应该是安全区一类的设定办 快点 先走起来冷静冷静 这厕所为什么没门呀 我怎么这么到位 还是躲开了它 在另一间厕所内 发现了地下通道 而通道底下竟然有一辆地铁 看来感染员 就是从这里送走的 不可不知道 这辆地铁会开往哪里呢 这位似乎是正常人啊 也是幸存的研究人员吗 你这个长相 怎么有点似曾相识呢 除了他之外 在下一间车厢又看到了个正常人 是位很慈祥的老爷爷 真是有点慈祥过头了 被地铁带到了另一处实验基地 里面到处都是工作人员的遗体 不过奇怪的是 他们中除了怪物的撕裂上外 还有一些人为的刀伤痕迹 有毛 你 问题不大 我刚刚来到这里的第一件事 就是找厕所 完全虚无已经了如指掌了 你能奈我 没事 旁边还有一个隔 不想让人进去的话 你就别做这玩意儿啊 又找到了几分信息 因为戴着防毒面具的实验人员 甚至其实是清醒的 在当初父亲封锁实验室 并着手运送感染源的过程中 他吸入了少量白鼠哈出的气体 虽然可以维持理智 但此病毒根本没有研发出解药 他的生命也进入了倒计时 种种的事情 让他逐渐形成了反社会人格 他杀害了大部分研究人员 并试图离开这里 将病毒扩散到世界各地 原来如此 那之前的刀伤也就可以解释了 不过现在并没有发现我父母的踪迹 他们还有希望 在附近找到了一身防护服 这身衣服跟他身上的一模一样 看来是专门抵挡病毒入侵用的 只可惜他穿完了呀 而且现在我们就不用害怕了 我俩都是人 甚至衣服都是一样的 并且我可比他会走位多了 我走了 可惜他是范围攻击 还是得躲着电 因为厕所已经进不去了 我又寻找了一番 发现了另一个安全区 随便天台 我已经测试两遍了 每当我走到这里的时候 他就不会继续抓我了 是 我没说错各位 看啊 来 上来我给你去 为什么喊不过来呢 奇怪 别纠结了 要上就上 你要下就下啦 还是被他打晕了呢 不知道过了多久 当我再次醒来的时候 发现这怪物正跪在我面前哭泣 一副很痛苦的样子 接着他就被另一只怪物扑到了 这是良心发现了吗 算了 先管好眼前的事吧 不过我现在要干嘛来着 是刚刚给我攒脑这当了吗 太好我兜里装着之前手机的信息 快点去营救父母 阻止病毒扩散吧 从地下通道爬了上去 这里似乎是学校的旧校舍 他们会在这里吗 不瞒各位 就在那年我去医院打针的时候 一口气也能掉这么长 从旧校舍的大门进入了最后的实验室 没有别的地方了 他们二楼只能在这里了 看吧 论音高 不比刚刚那位大哥差吧 在校舍的电梯处 我听到了另一位幸存教授的声音 他让我快点去地下三层 我的父母就在哪里 不过那里还有一位终极感染体 势力极强 让我务必万分小心 这些都不重要 至少我知道他们并没有被感染 只是太好了 来到地下三层 在这边见到了重极感染体 跟他是不能硬碰硬的 想要击败他需要别的办法 在大厅中间有一个焚化炉 只要能将他骗进来 之前的教授就会按下开关 他将会被数千度的高温火焰烧成回击 那我们就来试试吧 首先吸引他的注意 接着骗他走进来 nice 就差最后一步了 只要按下关门前 等 等等 我再也不合适 小灯鬼玩套路了 最后还是击败了他 这次是彻底没怪了 我看你还怎么证悟 我已经懒得好了 借用一下刚刚那位大哥的声音吧 来到三层的最深处 我终于见到了我的父亲 而我的母亲已经变成了怪物 在为母亲研究抗癌药物出错 到时病毒扩散之后 父亲一直在设法补救 虽然已经将扩散范围控制到最小 但他深知自己犯下了不可弥补的错误 所以他一直待在这里 没日没夜地研究阻止病毒的解药 而研究目前已经有了重大进展 他希望我可以拿着硬盘出去 上面有他进行实验的所有信息 他相信我有朝一日 一定可以将解药开发出来 到时我再下来拯救他们 而现在 他会一直待在这里 陪着我的母亲 好 我知道了 嘿 兄弟 我在上面等你好久了 就相信你一定会美食的 对了 底下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啥你还穿着防护服呢 呃 你就是 他的好朋友 瑞恩吗 在附近找到了一身防护服 这身衣服跟他身上的一模一样 看来是专门抵挡病毒入侵用的 只可惜他穿完了呀 还是被他打晕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 当我再次醒来的时候 发现这怪物中归在我面前哭泣 衣服很痛苦的样子 接着他就被另一只怪物扑到了 不过我现在要干嘛来 是刚刚给我攒脑震单了吗 只好我兜里装着之前收集的信息 快点去应急复制病毒扩散吧 你发现这怪物中归在我面前 这怪物中归在我面前的武器 接着的时候 不跟他身上的一模一样 嗨 你在这说什么呢兄弟 这一晚上把你带傻了 看看这阳光 欢迎你回到地上世界 也欢迎你来到 地狱 一道心如沙拉 大美发是某狱场 传着双风是无话 你远着贪婪的嘴巴 真心上竹才挣扎 好恨的嘀咕害怕 我爱他的太笼子 发现一道风暗刺 凭闹乱弱的一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静